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如果關心今天這個農業去上市 我是去上主堡 落中尾 接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說 這幾天天氣的重點 頭一點就是我們水氣的變得比較多 這幾天會變得比較厚落後 尤其是我們中部、北部 還有我們的擔保 這個落後下雨的機率會比較高擔保 第二點就是高山的溫度 在山區 溫度一樣是比較低 也會有路線的機會 另外就是這個 冷空氣雖然說在減少 這時的溫度會慢慢穿起來 目前看到我們今天日落在拜時時 在北部的溫度 中度差不多有12度到14度左右 如果是在中部跟我們當部的位 差不多是在16度到19度 如果是在南部的位 這個溫度差不多可以到19度到21度 不過特別注意說 日的溫差一樣是比較大 在暗時的時間也是一樣 是很高的 在我們的北部跟中部跟東北部 暗時的溫度也是一樣 會感覺差不多跟12度到14度而已 如果是在南部跟東部的位 差不多會感覺差不多跟14度到16度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個溫度的變化 另外就是要注意我們海面的風險 的風險一樣是比較大 在我們台灣周圍的海面上 這個海面上 這個平均風的風速差不多是可以到7級到8級左右 如果是在准風可以到9級到10級 所以要提醒我們海面的朋友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農林漁木的小丁林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蔬菜 發揮要注意陸菌病 菌核病還有灰酶病 像這種病重害 或是比較厚在日時的溫度 如果是比20度更加 在暗時的溫度 如果是比20度更加的 這個病重害也會發生 這幾天有的這個溫度 逐漸牆可能比較不會發生 不過如果是在拜來到禮拜的時候 從禮拜開始還有一波 這個寒流影響到我們台灣的溫度 同樣的感覺很假 所以在在後禮拜 禮拜開始 在拜二月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陸菌病 菌核病還有灰酶病 另外就是這個 馬鈴薯和番茄的晚藝病 這種病重害是比較低溫濕冷的天氣 尤其是連續整天比較過落後的天氣 就要注意這種病重害的發生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注意這個天氣的報告 如果是說看這個漁步 在在未來幾天 有連續幾天是比較過落後的 就要注意這種的晚疫病的發生 再來我們看台灣的這個天氣的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 在在未來幾天 冷空氣的減少 差不多在拜五小時前 這個溫度的突然升起 這個風的風的風向都在改變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在拜六的時候 一波風民 各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不過這波風民 拜六這波風民的 這重的速度是比較近 但是沒有 所以很近就會通過我們台灣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風民通過之後 我們過來看一次 這風民通過之後 這風民後邊的冷空氣 是可以說改強 所以在禮拜的時候到拜日 拜日 拜日和拜日三都會使用冷空氣的影響 這溫度的感覺很少 如果不先看起來 可能在我們中部北部的 這個 早上到暗時的低溫 最低溫度 會降到差不多 八度左右 所以提示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這波冷空氣的影響 差不多是由禮拜開始 差不多到拜日 拜日可能都是比較冷 比較冷的這款的天氣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漏後的部分 可以看到 那是在拜時的時候 這個風景的一樣 是這麼多的 主要就是受到 這個南方的主機的影響 雖然我們全台灣 都會有漏後的機會 尤其是在贏方面的北部 還有東北部 還有我們東半部 漏後的機會是比較高 東半 所以我們來看 未來四天的月 比較漏後的時候 就是拜時 這個漏後的範圍 也是比較高 我們中部 以北和我們東部 都會漏後 尤其是在東北部 這附近 可能是漏後的 豪西 稍微比較大的東部 只在拜五 拜六 上這個禮拜 也會漏後的機會 但是最重要 都是在我們的 這贏方面 北部 還有我們的東北部 這附近 漏後的機會會比較高 以上就是我們走進來 農業氣象 我們明天再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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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